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九 星期二是十月期止轉創的高峰日 股市的表現大致上都是平穩的 不過當之就算日間有少少反覆 恒指一直都是穩守在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待會再作分析先看看今天的事況 恒指早市先是高於130點 去到20729點 之後曾經一度再升到20890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是升了291點 但是高台買盤始終有些許多保守 之後市況亦都開始輾轉反覆 跌回到20563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輕輕跌了36點 到接近尾市時市況又再稍微斷定 恒指最後收在20701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是升了101點 成交今晚是多了一些 有1542億 但是相對來說還是略為偏梳的 因為指數現在站在2萬點上 如果要推進的話 成交今晚最低限度都要 接近2千億那頭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留意 10月份剩下交曉天不多了 明天星期三就已經是 今個月期止的結算日 星期四就是今個月 場外衍生工具的結算日 照今日的市況來看 今個月的期止 應該會在10天平均線之上 進行一個轉倉和結算 至於能不能夠 未來這兩天趁機會再進一步 修復20天線 就要看至今日時的態度異定 20天線現在在21,052點 距離現止來說 都還有幾百點的 幾百點本來來說 就不是甚麼明顯的幅度 但以大市一路處於整固等變的形態之中 其實都還要等等資金入市的態度 稍為積極才有新一輪的動力 從而將大市推升上去 來到10月底 其實都沒有甚麼憧憬 因為只剩下兩個交曉天 反而現在最關注的就是 今個月的指數 在10月份最後一個交曉天 收市是收到哪個水平 假設都是跟目前的水平差不多 那就要留意了 因為去到11月份 在上旬的時間 有幾個不明的因素 大家在等 第一當然是美國總統大選 不管誰坐上總統保障 其實對中國的制裁政策 相信都不會改變 但始終人選未定 大家都會等的 至於聯儲局 寫完份議息之後 會不會順應民意 減息四分之一的利息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市場的確對這方面 有一個憧憬的 而最關鍵的就是 人大會議之後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政策落實 從而刺激到市道 以及刺激資金入市的信心 這個真的要等 很可能要去到11月上旬尾 所以市場才會有明確的步伐 讓我們看到的 當然指數如果在現水平 踏進11月份 如果市房能夠再度扭轉 成為先低後高 不用多了 1,500至2,000點的上升波幅 指數已經可以直逼 2萬2千點坐近的水平 反過來來說 只要有1,000點共上下的反覆 以下的話 在那一刻來說 可能連這條50天線的防守性 都會受到考驗 但無論怎樣也好 一日恆生指數 仍然是穩守在10、50、100 和250天線之上 高台的少許反覆 問題應該不大 事實上來說 整個升浪直到現在這分鐘 只是屬於急升後的 緊扣高台的消化和整固 最終當然只要看資金入市態度而定 如果動力能夠有明顯改善 市況仍然有機會進一步向上挑戰高位 至於能不能夠突破今年的高位 2萬3,241點 就真的要看看買盤的態度而定了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9 星期二是10月份期指轉場的高峰期 從整個股市的走勢來看 恆生指數應該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進行一個期指的轉場 當然這方面的表現看起來還是不錯的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恆生指數早點先高開130點到20729點 曾經一度再上升到20890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買盤不足當然是主要的原因 還有在高台也有一點點固壓出現 結果整個股市就稍微反復而低減到206000點左右 曾經一度也輕輕地跌圈206000點 可是總的來說 指數還是在10天平均移動線 20526點以上進行一個整顧 當然由於整個股市的走勢 暫時只是在幾百點之內整顧 所以沒有太明顯的方向 可是從移動線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就算是股市稍微有一點點仿佛 而輕輕地跌圈10天線 可是問題還是不大的 因為這個的低位是17號的19977點 主要指數能夠跟10天線走在一起 大家就不用擔心股市會太快 下市的低位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由於明天已經是七指結算了 看這個股市整體的走勢看起來 這個月的棋子應該還會在10天線 左右進行一個結算的 這樣看起來對10月份的股市表現 可能還是比較有利 畢竟這個月初10月7號的時候 恒生史書曾經一度是高見 23241點 其實來說 從8月5號的低位 16441點開始的上升 瑞州的升幅有688點 出現一個回調基本是很正常 可是直到目前為止 整個所謂的技術上的回調 最低最低就是在17號 漸到19977點 而大部分時間 指數都是穩守在10天平均移動線以上 所以 整個股市的所謂的技術上的調整 直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標準的 經過688點的上升 股市是 稍微回調3264點 等於說是回調升幅的48% 從這方面來看 股市的表現已經算不錯的了 當然 10月份 新夏交一天交兩天 有沒有更大的波幅點給我們看到 基本上不重要的 現在最重要就是 10月份股市的表現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目前股市還有一些不明的因素 首先美國總統大選 到底是哪一位坐上去 暫時不知道 既然是這樣子 大家還是在觀望 還有 美國會不會把利息進一步下調 這個大家也不知道 反正市場是覺得 應該是進一步下調 四分之一利息的 到最後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現在也很難說 另外內地人大開會之後 有沒有新的政策出談 這個大家也不知道 當然對於這方面 事前還有一點預期的 所以既然是這麼多原因 還是不明的話 我想 事件還是比較保守的 當然 大部分人也不敢看得太淡 只是一天事情還沒有清楚之前 大家情願暫時保持這個觀望的心態 我想怎麼樣都要到11月中左右 才會有比較清楚的部分 給我們看到的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太多コ庭了 我們沒有看到 可以按住 我為你們的 照顧 頂 我